并研判处理方式 各位长官各位来宾 现在各位在前方所看到的就是 刑事警察局台中防暴队 已经抵达现场 防暴队前天后24小时待命 在接候可疑暴猎物的通报后 能激动并迅速赶赴现场 排除可疑暴猎物危害的工作 防暴演习程序如下 一望远进观察 二架设防护掩体 三以黑标安全集结 防暴助理人员到达现场后 与陆警所交接案情 先由带队官了解案情并掌握状况 以望远进实施观察 了解可疑暴猎物的外观 材质及地形地物 评估可能之爆炸威力后 在不造成人员伤亡的要求下 迅速排除暴猎物的危害 经带队官实施观察 确定为真实定时暴猎物后 立即集合防暴人员告知案情 及讨论处理方案 分配任务 并准备各种防暴器材 进行现场及检处理 首先防暴人员准备设置防护掩体 作为安全防护掩体 这组防护掩体由防暴人员 返国际返孔作为而自行研发之器材 材质是利用轮胎的韧性及多层钢丝网制造而成 比一般防暴掩体坚固且攜带方便 处理爆裂物时需先设置好 再由主处理人员保持安全距离 使用机械手臂夾取爆裂物质防护掩体 再以水装药集结 防护掩体主要的功能 在于集结时能够抵挡爆裂物爆炸时所产生的碎片 降低对防暴处理人员与民众的伤害 更便于政务的搜集 各位长官各位来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防暴人员 正开始穿着防暴衣 此套防暴衣是由加拿大制造 SR-S4防暴衣 材质是由多层杜邦克布隆纤维制造而成 人比一般防弹衣坚固 正面并加有防护钢板 总重达37.3公斤 防暴衣配有通风及通讯设备 使密闭头盔内有空调效果 并可以让主处理人员与指挥官 及协助人员间取得联系 了解现场处理情形 防暴衣能抵御爆裂物爆炸时 所产生的镇压 碎片及高热 降低对主处理人员的伤害 各位长官各位来宾 您看到防暴人员所持用的器材 是机械手臂 是处理爆裂物最常用的器材